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Omakase的時間 這星期我們會用一個Sunflower 以及一個這麼漂亮的瓶 用來做一個很特別的Vase Design 其實我們連續這幾個星期 都是用一些很特別的花瓶來做一些拆花 其實相對簡單 但這些花就相對比較耐心 因為我們這幾天天氣比較熱 還有有時會下雨 夏天其實都很需要有一些顏色紛紛的東西 去調製下下雨的心情 所以你看見我今次為你準備了這些向日葵 都很有趣的 有幾種顏色 這些是非一般的向日葵 這些是荷蘭新的品種 其實向日葵的英文名叫做Helianthus Helianthus代表太陽 太陽的花對於我們來說是很有用的 另外我們有這些雙綠 雙綠很漂亮的一些粒粒的花 還有我們有一些油甘糕 你們的油甘糕和我這個油甘糕都有點不同 你們的整個都是黃色的 會再漂亮一點的 你的康里興亦都和我的有不同的 我這個就是紅綠色的 你的是一種紫灰色的會漂亮一點的 然後我們有少少這些小的蔥花 這個小的蔥花是粉紅色的 迷你蔥花是粉紅色的 然後我們有這些慕中情人 Nigella 其實全部都是當季的花 我們事不宜遲就開始了 好了,我們首先欣賞一下這個瓶 這個瓶你看到它有少少變幻的顏色 這些就叫做Carnival Glass Carnival Glass就是有少少 好像一些背殼一樣有變幻珍珠色的效果 我們首先會加入我們的向日葵 你看到向日葵有很多葉 其實有些葉可以留有些葉就不需要留 我們平均來說 每一棵最多留大約一至兩塊葉 已經是非常之多的了 而且你看到我盡量用刀去切它 向日葵要保持久的 一個最基本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水一定要夠乾淨和夠多 因為向日葵都喝很多水 所以你就先加這麼多漂白水 然後再加水 這樣就會耐用很多 大家看見我第一枝通常是打斜地放進去 向其中一邊都可以了 每一天都要加少少水 不然這個向日葵就很快就會喝光了 有時很多人會問哪裏的向日葵 會比較耐用一點 或者比較靚一點 或者向日葵怎樣選擇 其實也有少少技巧 有少少提示可以告訴大家 通常向日葵回到來 我們要看看它們的飯 飯是否整齊 然後我們摸一下飯是否夠停 第二樣東西就是看看裏面 摸下去是否很粗糙 如果很粗糙的話 即是說那些花蜜已經流出來 可能比較老或者比較成熟 就不太適合用來插一些很耐用的花 另一樣東西就是看看它的托 托如果不是黑色 又或者不是膚位 或者摸下去好像一個瓜一樣硬的 通常代表它是新鮮 現在我們剛剛開始這個季節 其實應該大部份的向日葵都會是很漂亮的 有時你會見到有些向日葵很大對 有時有些向日葵很小對 又沒有說大對一點比較短一點 還是小對一點比較短一點 其實那個是不同品種而已 小的不會變大 大的亦不會變小的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就是選擇那個品種來不買 就多於說我買一瓶小的 讓它開到變大了 就不會發生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記得要清楚小心點 好了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這個位置 你看到我們因為瓶口比較細 所以我們放的時候 記得用一個spiral的形式把它放進去 這個向日葵我本身都很喜歡這個顏色 還有另一種品種就叫做Teddy Bear 我都會非常之建議大家去試 就是中間黑色這個部分它沒有了 就是整朵向日葵都是一層層層的黃色碎的花粉 那個也很漂亮 當然我們今天用這個我覺得 覺得classy很多 很有一種油畫的感覺 我覺得今天我們用這款 Varigated或多品種變色的橘子 其實都是非常漂亮的 好了,記得每一棵的葉子留下一兩塊就好了 如果你覺得不捨得的 其實都可以先插進去 然後插進去,再衡量是否放進去 5G也用了螺旋式的方法,先把它放進去 因為瓶口很小 其實五枝花放進去後,也不會晾來晾去 所以我們盡量找一些瓶口小一點 但下面是寬的花瓶來買,通常會沒有錯 然後我們會加入雙綠的花 這個花非常漂亮,有很多果 我們可以把它劈開或破開少許 然後把它放進去,跟向日葵做一個配搭 你看到我們這個向日葵,其實裏面有很多種顏色 以及雙綠顏色的花果其實都很配合 我們其實可以慢慢欣賞一下那個果 但這個雙綠又是很多葉子 所以我們盡量將一些太大塊或太過遮蓋整個線條的葉子 我們就要把它去除了先 你才可以表現到整個作品的主體 我們凡是插花,我們都會有一件事 就叫做你想表達的主體究竟是甚麼 即你的 subject究竟是甚麼 這個果其實可以讓它向下垂 如果那些果是小顆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將它向上 大顆比較重的我們可以讓它向下 即是有這個果實的感覺 Berrys的感覺 你看到我現在又是先將葉子去除它 這樣吧 然後我會把它放在這些花芋花之間 就盡量令到整件事有少少少動感 我們其實都可以說一下花有很多種的處理方法 碎花我們通常都要在主花與主花之間把它填 而且不要把它塞得太實 把它塞得太實就沒有了一個動感和空氣感了 所以我們插花記得首先把主體上去 然後我們慢慢將我們的襯花和配襯的部件 把它逐步加入 然後我們便會放入我們的Nigella 即是這個冒中情人 我們首先把葉子撕掉 但葉子不要撕得太多 撕得太多就沒有空氣感了 譬如說一枝是這樣的 我們盡量保留它上面那幾塊 然後下面浸入水的地方 我們不要有葉子 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這個花有一個guide line 設計塞得太密 否則它便沒有這個冒中情人的感覺 記得了 而且這個花很有趣 這些花開了之後 這個藍色的部分 其實它很快就會脫落 脫落之後你不要丟 其實它是會結果的 所以經過了開花的步驟之後 其實它是會結果 所以你就不需要把它丟 這些就是孔孔 孔孔會變成花 所以其實你拿著一堆這些 覺得好像很無神神 不知是甚麼的時候 你不妨去觀賞一下它 去觀察一下它 你又知道其實那個花的構造是怎樣 你應用起來就會容易很多 而且會得心應手一點 做的作品感覺有感覺一點 而且它的美感自然流露出來 插到這裏 我們便把Nagela插進去 你看到Nagela儘量處於一個分散的狀態 還有有藍色的部分便可以把它放在黃色的部分旁邊 因為有些是開了花有藍色的花是只有一個孔 儘量將開了花藍色的部分放在那個向日葵旁邊 然後我們有三支油甘膏 然後把它填在剛才你還覺得是比較空的部分 這個一樣是這樣做的 千萬不要剪得太短 我們怎樣為之長怎樣為之短 那個長度剛好到整盆花的外圍 這個位置已經是最好的 如果太短就扯了它下去 看不到你換了也會遇上困難 如果太長的話 你會覺得和整個作品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做了出來大概和你的作品的外圍差不多的長度 已經是非常之好 我現在就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我們再把它輕輕揚散 好,我們還有一支 我們就試試找一支多一點的藍色 這支特別多 其實那些羊羹菇有時有些多些有些少些 你自己儘量去控制一下需要的容量 甚至可以把它分開一支支插 需要白色的部分就可以加多一點 又或者在盆邊的位置 好像剛剛好在盆邊生出來 就是這樣,整盆花的感覺就會活很多 最主要的技巧就是要螺旋式插進去 因為瓶口太細 如果不是螺旋式插進去 很快就會打完膠了 打完膠後又拔不出來 但空間還有很多未填滿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不用上螺旋式 是很難解決的問題 所以記得各位做的時候 要很留意你的插花是否螺旋式 好了,把最後這支都很好 先把它插進去 整件事現在好有一種靜物畫 或是still life的感覺 四分白面都很漂亮 好,最後我就會加上我們的蔥花仔 之前我再把我剩下的碎花再加進去 這裡其實你可以隨意一點 如果你想放在邊邊 就把其他花輕輕推高一點 然後打斜地插進去就可以插進去 最後這個花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蔥花來的 這個蔥花很細枝 亦都很可愛 其實這個花是一個最矮的花 但因為它這麼細 我們盡量放長一點來放 不要放到它太矮 否則看不到 記得一邊做的時候 一邊轉一邊轉 一邊轉 你才能看到 這邊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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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 然後把蔥花拆在這裡 最後這個也在這裡 好了,這麽特別的花又做完了 這麽特別的花又做完了 你可以看看 這麽特別的花又做完了 這麽是前面,這麽是後面 側邊有一些雙路 有一些Nagela走出來 大概做一個平衡 最重要是不要做得太扁 成一把線 有些前面有些後面 打斜地插 至於說水 剛才說過 插之前我們先加少少滑水 然後把它倒到三分二 插好之後再把它倒滿 每一天都要加少少水 有空就找那個辣米噴壺 即是很細水豬的噴壺 噴它一層 整件事就會長得很久 其實我之前做的那個 就算沒有開冷氣 都應該是有五六天 如果有開冷氣的話 分分鐘八至九天都可以的 不過一定要換水 一定要加水 好了,希望大家享受這個 Sunflower的Omakase 好,謝謝